生活在农村的朋友应该听过很多老话 这些都是老一辈人一代代流传下来的生活经验 我们时常听到农村老人说 卖房不卖门,卖牛不卖绳 那么这句老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对于这句老话我们分开来理解 所谓的卖房不卖门说的就是 农村人在房子的买卖中不能把门卖掉 老一辈人认为当人面临穷困潦倒 走投无路的时候可以选择卖房 但一定要把门留下来做个纪念 如果一次性全部卖完 那么相当于掐断了自己可能东山再起的机会 我们知道门市房子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相当于一个人的脸面 也代表一个家庭的福气和财运 以前的人们在建造房屋时 一般都会把门造得十分讲究 所以在卖房子时肯定是不能把门卖掉的 而卖牛不卖绳说的就是 人们在卖牛时不要卖绳子 因为以前牛是人们最重要的劳动工具 也是农村家里最值钱的牲畜 卖了牛之后 家里已经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 留下绳子就是为了激励自己要更努力奋斗 卖房不卖门 卖牛不卖绳这句话 反映了农村以前的生活状态 但在如今的时代 这句话显然已经不适用了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 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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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